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评论很多事情 不过我们可不可以从今天开始 现在第五天 从俄罗斯普京强人2月24号下令进攻乌克兰到目前第五天 那等一下我们稍微谈到今天的最新进展 到底俄罗斯跟乌克兰在白俄交际的城市所谈判的进度怎么样 我们也要请翁教授来谈一下 不过在这个之前 第一个子题 我想跟请翁教授分析一下 也就是说在整个西方世界以美国为首的一个集团 从拜登为首决定 做是寄出所谓的最严厉的这个金融制裁 让我们俄罗斯的这个央行啊 推出整个这个国际间运行最广泛最频繁的这个集围系统之外呢 这种金融核制裁 所谓的金融核制裁 跟普京提到的 让俄罗斯的战略防备武器进入所谓的高度警戒状态 这样一个所谓核威胁之下 这两厢的情练 一个核威胁 一个金融核制裁 你怎么在看待这两方 西方跟俄罗斯这样目前所做出的反正 我们先说 这个基本上呢 拜登总统或者西方世界 其实非常清楚 包括拜登总统在自己在受访的时候就说 如果说面对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动作 只有两种选择 第一个就是经济制裁 第二个就是真的是军事的行动 但是军事行动呢 很显然就有所谓的进入到第三次世界大战 甚至是更严重后果的可能 所以在目前为止呢 西方国家所采取的行动 基本上是用经济制裁 那么大家就会问说 经济制裁真的有效吗 过去2014年克里米亚入侵的 被入侵的时候 也被进攻的时候呢 也是采取所谓的经济制裁有效吗 很显然他并不能推翻拜登 这个所谓的普丁的政权 可是经济制裁确实会带成一些冲击 包括了现在俄罗斯股市就是关闭的 包括了俄罗斯卢布就应声下跌 非常的严重 所以经济制裁是有效果 但是这是要时间来验证 就是普丁的政权到底能不能维持 到底能不能撑得住 双方都在跟时间赛跑 经济制裁的冲击 普丁在过去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 做的所谓的反制裁的准备 还有俄罗斯民间 到底是不是有想象当中的 这么强的反抗的力量 都会影响到普丁政府 他是不是能够 他的承受经济制裁和威胁的时间 至于说普丁为什么会采取 会发出这种讯号说 我们可能会采取核子的行动 甚至提高核子的准备 他当然是做一个反制 你也可以一方面是反映出来 经济上面的威胁 确实让普丁造成了 某种程度上面的压力 另外一方面 普丁做出这种升级的警告 当然也是一种威吓 希望告诉西方国家 我所要求的事情 你们也要必须要认真的去听 因为我现在手上不是手无寸铁 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抵抗 所以普丁现在 我觉得是一个 释出这个讯号 是希望西方国家 去正视现在的冲突 普丁不见得 我不觉得说普丁真的会想要 真的已经起心动念 想要往核子大战的方向 但是我觉得普丁的讯号 很清楚的是要强调 西方国家你必须要坐下来 好好的去了解我的需求 过去这段时间 包括整个从克里米亚到乌克兰 这八年的时间 事实上普丁都不断的 有不同的意见 西方国家是不是真的有去理解 我觉得在2014年 Henry Kissinger 投了一篇文章 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Kissinger一直都在强调说 西方民主国家 有没有认真的去思考 跟世界各国不同的地方 还是说西方民主国家 希望用西方的方式 来让大家听西方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这一次 俄罗斯为什么会采取行动 甚至是所谓台出 所谓的核弹的这个威胁呢 关键是说到底有没有 大家到底有没有大家能够坐下来 好好的互相了解 如果我们只是很简单的说是 善恶恶元对立的话 我觉得就算这一次的乌克兰事件 可以落幕 这个埋下的未来冲突的种子 并没有消除 反而是埋得更深 这非常值得大家好好的思考 这个普丁提到核威胁 这个跟拜登的所谓的措施有关系 拜登一开始在前几天在记者会里面 也没有那么样的严厉 那当然这种所谓的对俄罗斯这种制裁 是慢慢的堆砌出来的 那堆砌的结果让俄罗斯也讲出这话 不过当普京讲出所谓核弹威胁的时候 法国外长也讲得很清楚 事实上整个北约的这所谓的这个集团 也是有核能力 北约包括美国英国跟法国是拥有核武弹 所以法国外长当然也是很罕见的 在过去欧盟在过去北约这些国家里面 也很少会对俄罗斯讲的那么白的话 所以呢你刚才提到这个点我了解 就是说您看啊 这样的一个金融的制裁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西方以拜登为首的 这样一个制裁会不会再继续升高 升高原因在哪里 那普京他到底讲这句话 他有人讲说他是权力尽雄 他是心虚 他可能这个目前在乌克兰的战事 有点受阻 所以他才会讲这种话来 你觉得是怎么样 我经济制裁当然是要逼着普丁往后退 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刚刚说的两种手段 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 经济制裁的部分一定是希望 可以逼着普丁往后退 而普丁如同我们刚刚说的 普丁他所才丢出来这个核子弹的威胁 也是想要做出一些威吓 我们也说了 他当然是承受到不少的压力 那现在他丢出这个议题之后 北约组织看起来没有打算受到这个威胁 反而是更强的回击 我们就看美国是不是也会做出 同样的强硬的回击 去做一个反制 所谓的回击是言辞上面 也做出这样的一个非常警告的意味 让普丁自然而退 关键在于态度 一个态度 普丁展现出来的是我有这个东西 西方国家有没有能够团结起来 展现同样的态度去反制他 我们说经济制裁 逼着普丁要把所谓的核弹拿出来讲 如果北约或者是美国拿出一样的 用同样的方式强硬的去反制他 我相信普丁没有这么 没有这么不是不是实物 也会相对一定来做出做出反制 但是关键在于说 西方国家展现出来的态度 是不是让是不是有很清楚的 让普丁知道 现在是我们要求你马上进行谈判 马上开始思考 而不是说我们在等着你 等着你再来来回回的威吓 其实我觉得关键还是说 是不是真的能够西方民主 我要有一个关键的态度 让普丁感受到 我必须要接受某种程度的现实 王教授我想回到这个普丁的 这个所谓的决心或是企图心 不管怎么样讲 北约东扩是普丁现在一直对外讲的 他没办法容忍的事情 那2005年 普丁才刚上任不到5年时间 他就提到过了 苏联的解体是21世纪地缘政治里面 最大的一个灾案 08年乔治亚的战事 新战乔治亚入侵 2014年克林尼亚 到今天2022年的入侵所谓 乌克兰 你觉得普京这一连串下来 是什么样的原因 原因也有 基因也有 什么样确确原因 哪些原因 军事也好 经济也好 还有北约东扩的问题也好 他自己要连任的问题也好 或是要维持 维系所谓的 他改变宪法 把跟杜马的宪法 能够希望长期执政的效果 制造国际要危机感 也好 不管怎么样 你的看法是什么 是这样的 我们在研究国际关系的时候 如果我们把领导人抽离出来看 我们就会关注很多的外在的因素 各种的 国内因素 或国际因素 但是在我们今天研究国际关系里面 也有一个一派的学说 非常值得这一次来做参考 一派学说是所谓的文化 国际关系理论 就是Cultur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他讲的是说 尤其是针对这样的强人的政治 他并不是一个非常民主式的国家 也就是说 人民有完全自由的选择 可以选不同的领导人 在强权政治里面 我们就必须去更深入的去了解 强人他自己心中对于国家的认知 或者对于这个世界的向往是什么 而普丁很显然的 对普丁来说 我们深入了解 你就会知道 普丁其实他说了好多次了 他觉得就像刚刚赵平所讲到的 他已经多次的强调 俄罗斯的荣耀 或者是苏联的荣耀 这件事情对他来说 他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他始终认为苏联的解体 是对于世界来说是不对的 是不好的 苏联不应该是变成这样 那某种程度来说 我们去了解他的决策 你就可以发现 他有他所谓的重返荣耀 或者是所谓的苏联荣光的论述 那再加上我们很现实的考量 2000年到刚刚他 到目前为止 他已经执政22年了 普丁现在年纪是69岁70岁 他自己心里也知道 他现在对于俄罗斯内部的政治军事 整个权力的掌控 可能到了高峰 这个高峰的意思是 也有可能是往下走的 他如果没有办法 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做出他追求俄罗斯梦 或者是追求 这个苏联荣光的这个行动的话 可能未来的机会 也会越来越 机会是递减的 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个整个的状况 虽然有各种的变数 不如不妨呢 我们也要加入到 普丁他自己心里面的这些向往 跟追求的理想 把这个元素加进去之后 大概就可以理解说 为什么好像一次比一次的 更加的强硬 跟他自己在国内 他的感受 我现在有权利 我如果再不用的话 走下坡了 反对的力量变多了 我可能再想要有十几万大军 都服从我 也不见得有这个力量 所以这个时间点对普丁来说 可能他自己盘算是 就是现在 也没有办法再往后拖了 所以说穿了 这个普丁为了他自己的政权 为了他自己的个人的声望 为了他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强国梦 为了他所谓的一个 重返俄罗斯的荣耀 他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我们是不是可以 慢慢的看出这个图片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确实俄罗斯他的这个 不只是普丁 我们可以看俄罗斯普丁 他自己身边的人 你会发现他的决策圈 是非常小的 就是普丁他身边 真的为俄罗斯的国家 定义方向的决策圈 是非常就是非常狭窄的 也就是他的同温层 经过这22年 我们刚刚讲了22年的执政 普丁他身边的 能够为未来 决定俄罗斯的这个方向的 坦白说就是他身边 支持他的人 加上他自己 又或者更进一步的说 就像赵明兄您刚刚讲的 普丁做了这个决定 他就会觉得说 这个就是俄罗斯的方向 而他身边的人 他拉拔的人 因为在政治势力上 或者在个人的财富上面 也跟普丁是高度的连结 所以在他身边 是听不到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意见的 导致俄罗斯的决策 今天基本上就是普丁说了算 但是就如同我们所说的 普丁他自己也很清楚 他现在掌握的权力 可能正在高峰 如果未来往下走了 也许他做的决定 就没有办法随心所欲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 普丁也必须把自己的权力 掌控度纳入其中作为考量了 所以对啊 这是追求 他确实是在追求某种程度 他的梦想 不过从这个普丁 在这个乌克兰边境 部署那么大批的警队 从一开始 大家我们外界所算的 所是虚张声势 到后来真有其事 我们市场行都束缚大家预料之外的事情 那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的代表 刚刚在美东时间今天的清晨 也就是当地的时间的下午 在白俄罗斯的这个Golmash 这个City 双方谈判了一下 我想这个白俄罗斯这个外交部行 也披露了一些照片跟video 大家也都看到了 你觉得现在在战事的第五天 基辅还在顽强抵抗 而且还玩疯了保守的 第二个大臣卡耶夫也击退了 俄罗斯行也稍微退回 最维系的一步 但是从东边 俄罗斯从东边 东边北边跟南边都有所掌握 你觉得像目前战事到第五天 俄罗斯跟乌克兰代表 目前之间下午这个历史三个多小时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讯息有限了 只有三个多小时 你觉得他们可以谈判出 什么样一个所谓来 这个责任时期提到了 希望这个俄罗斯全面的撤军 也希望了 希望乌克兰能够用 欧盟能够用所谓的特别紧急方式 让乌克兰加入欧盟 他们用北约 我注意看了 他们用北约 他们也说加入北约 然后加入欧盟 你怎么样看待这俄乌谈判 到底可以谈出什么所谓来 我觉得双方必须要拿出 在这样的时间 如果是真心想要和平解决这个争断 或者是赶快的停火的话 双方必须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找到一个一定的共识 那现在很显然的 对于普丁来说 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 乌克兰完全的 就是完全的亲近俄罗斯 但是难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普丁必须要认识到说 目前的谈判的桌上 可以得到 譬如说乌克兰在北约的议题上 保持中立 这之前已经谈过了 乌克兰如果在北约的议题上 可以保持中立 对于普丁来说 已经是可以一个建好就收的一个目标了 但是这是必须普丁自己要认识到的 同样的 泽伦斯基也是一样 刚刚赵平秀 你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泽伦斯基为什么 他讲到是北约 而不是加入 讲到是欧盟而不是加入北约 因为其实泽伦斯基也非常的清楚 在北约的问题上面 会是一个非常棘手的 如果乌克兰持续坚持 要加入北约 那么恐怕 普丁部分呢 也找不到下台阶可以往后退 所以我会觉得这场谈判 如果双方真的想要赶快停火的话 会在这个北约的问题上 是不是 北约的问题 北约的立场上面 双方对于加入 加入不加入北约 这个问题会是一个关键 那如果说双方有这个妥协的话 也许其他的问题 稍微的好谈一些 然后我们讲到 现在的媒体上面看到的 包括基辅 包括哈尔科夫 这些主要的大臣 看起来乌克兰是 真的是非常顽强抵抗 这是为什么国际上面 得到的支持 这么强大的原因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俄罗斯在军事的实力上 千万不能小觑 俄罗斯军事的实力上 确实是 大幅的这个领先乌克兰的 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的小规模的战争 乌克兰确实是 顽强的抵抗当中 但是东边南边 或者是其他 也许媒体还没有 特别揭露的部分 到底真实的战事是什么 也许我们要去思考 泽伦斯基他当然非常清楚 如果战事持续 而且真的就是乌克兰 俄罗斯如果真的全面的采取 全面的毫无保留的进攻 对于乌克兰的人民来说 会是很大的打击 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说我们很期待 这个和平的谈判 至少双方都愿意退一步 至少在北约的问题上面 如果有交集 也许是有机会的 在目前所传递的出来的讯息 很少 有在俄国跟这个乌克兰 刚刚落幕了 听说是暂时中断 暂时中断 暂时中断休息 并不是说已经结束了 这样一个谈判 只说希望俄罗斯代表团 希望能够达到一个 所谓双方都满足 双方利益的一个协定 那是满足双方利益 你刚才你刚才点出 点出了几个几个重点 那当然停火 停火撤军 普京怎么样 一个情况之下 他会停火 他会撤军 那你普京能不能够 接受乌克兰加入欧盟 欧盟会不会这样做 这几个这几个因素 都要符合的话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 高难度的这样谈判 而且同时都是两个 斯拉夫民主 斯拉夫民主 两个同为斯拉夫民主 你要谈判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都很强悍嘛 对都比较强悍一些 但是我觉得国际的压力 包括国际对于普丁的经济压力 也会让普丁稍微的 稍微修正一下他的期待 稍微修正一下他的期待 毕竟对他来说 政权维持还是很重要 我们说几个重点 我们刚刚讲了 北约是一大重点 另外是因为普丁这次 出兵的主要的这个 原因之一 就是就讲说乌东地区的 这个俄罗斯的 这个民族呢 受到了打压 所以在谈判当中 也会就如同2014年 明斯克协议当中 一直在谈的 乌东地区的自治 也会是一个关键 乌克兰的政府 到底能不能够给予 乌东更多的自治 那普丁对于自治的定义是什么 也会是这次谈判当中 我们可以观察的 所以北约问题 乌东的自治问题 还有所谓的欧盟 我觉得欧盟的问题稍微可能少一些些 因为欧盟毕竟是定义成为是经济的组织 北约的问题比较大 如果在北约的问题上面 乌克兰跟俄罗斯还是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共识 就是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 然后用什么方式不加入 这个对于普丁来说应该是还好 主要是能够告诉俄罗斯的民众 我们成功了 在这一次的问题上面 乌克兰没有变成北约 没有变成我们的敌对国 我觉得对普丁来说就有下台阶 可是相反的 如果泽伦斯基觉得 因为这次的事件 更加的让乌克兰觉得 必须要有北约的保护 才能够免于未来俄罗斯的入侵 而坚持要加入北约 坚持继续要加入北约的话 我觉得普丁就会陷入 陷入比较困难的情况 就会变成如果不继续 继续威胁乌克兰 然后无功而返 我怎么面对这个乌克兰 怎么面对俄罗斯的内部的 内部的这个声音 因为其实内部俄罗斯 也有不同的声音 也觉得跟乌克兰之间 何必要打仗呢 刚刚我们都说过了 历史上面来说 这两个地方 虽然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毕竟还是有很多的交集 包括其实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 过去很多的经贸往来 很多的家庭 事实上是跨越边境 都在交流的 都在连接的 所以不能说雪浓雨水 但是至少是友善的 在民间的部分是友善的 普丁也很清楚的 所以我说 如果说能够让普丁有下台阶 再加上外部有这么大的经济压力 普丁 我觉得普丁是必须要去思考 在谈判当中 做出部分的妥协 他可能会 他可能啊 他的思考会比乌克兰还要再多一些 如果西方媒体像很多人在揣摄 如果这次战事 这个普京继续受阻的话 那如果这个乌克兰越来越强势 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包括德国法国的支撑力量越来越大的话 继续给武器 继续给弹药 继续给金钱援助 继续给在国际组织的这种送声援 说不定这个俄罗斯会垮台 说不定这个普京会下台 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吗 我觉得应该是说 也许很多人是这么希望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理性的看长远一点 我们先说经济制裁 同样的这种强烈的经济制裁 在过去 在现在并不是没有执行过 像是伊朗 像是北韩 已经执行好多年了 他们的政权仍然在继续 那更何况是很大的俄罗斯 那现在的问题是说 如果俄罗斯垮台了 真的是大家期待所接受 期待而且可以承受的吗 我们就讲一个重点 就是所谓的难民的问题 移民的问题 联合国已经指出了 现在的乌克兰的事件 已经会造成数十万的乌克兰人 往欧洲方向去移动 欧洲国家现在的民意 当然是支持反战 支持接受乌克兰来的民众 但是我们要思考的是 我们2015年的叙利亚的难民潮 到现在对欧洲来说 都是社会经济的问题 当这个风潮 目前当然是战争时候 我们必须赶快紧急的 来做一些援助 可是当这个风潮结束之后 欧洲必须要面对很强 必须很认真的去面对 这数十万人到底应该往哪里走 各国到底能不能为那 有没有这样的为那量 有没有这样的政策 来做一些 来做这个容纳 所以如果欧洲国家愿意理性的去思考 或者是甚至美国愿意理性的思考 就会知道说 现阶段应该去争取的 应该去努力的是 赶快的走回和平 让乌俄之间的交战 赶快的结束 最好把难民的数量可以降低 这个对于整个世界来说 可能是稍微更稳定的 也就是说要避免继续的把冲突升高 要想办法的降低冲突 这个才是对世界是比较好的 当然了在气头上 可能言辞还是会很激烈 我们只能说看看谁 可以赶快的消气 赶快的冷静理性 否则对于世界 冲击会比想象中的还要大 不只是对俄罗斯 对于全世界一样都会有冲击的 各位你提到的 联合国际上一个统计数字 好像这五天来 这个乌克兰已经大概有出走十几万人 但是美国的外交政策 好像刚刚有一篇文章出来 那个前国安国家安全会议的 这个顾问的忘记名字 他估计如果这一次 这一波战事持续下去的话 大概有100万到500万的 这个乌克兰人会出走 这个乌克兰会到临近的波兰 罗法尼亚跟捷克 所以您提到的这个难民潮 确实是另外一个值得大家担忧 不过接下来第三个子 就提到的说到底谁能够 比较能够斡旋出面 能够让俄欧现在的谈判 能够达到一个所谓双方都能够接受 找到让普京找到一个下台阶 让泽连世纪也能够顾及面子 也不必被扫被扫下台 习近平 中国这个国家主义习近平的 现在好像中国的官方的立场 好像有一点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他跟这个俄罗事件的关系 又出现怎么样 跟美国的关系怎么样 我等一下美国这部分 我等一下稍微请到 你怎么样看待习近平 在这一次俄乌战争里面 他的角色 还有之间的转换转变 其实北京当局 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 他占的位置 跟西方国家会很不一样 原因是因为他跟俄罗斯 跟乌克兰都有良好的关系 我们要知道乌克兰在过去 一带一路的政策当中 泽伦斯基自己多次的强调 要跟中国进行非常好的 经贸的往来 甚至他说在一带一路的过程当中 乌克兰愿意扮演 中国跟欧盟的桥梁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北京跟所谓的乌克兰 其实关系是很好的 那更不用说 在美中的紧张关系之下 北京跟莫斯科的关系 也相对的是不错的 所以当这次事件发生 发生的情况 发生的时候呢 中国变成的少 非常极少数的世界大国当中 跟交战的双方都可以通上话 而且双方可能都愿意听的 这个角色 这也是为什么 美国或者是西方民主国家 一直在讲说 中国的态度 中国的态度很重要 那您刚刚讲到了 维命要的转变 其实一开始呢 事实上对于俄罗斯的部分 可能中方民间的声音 可能会觉得说 俄罗斯的动作 是因为长期以来被忽视 所以很多的民间的声音 是支持的 但是中国要考虑的是 它的全球布局 所谓的全球布局是 当然是主要是到目前为止 还是经贸战略为主 在经贸战略为主的情况之下 你就不能够去忽视说 未来中国的国际形象 在全世界的所有的主要市场当中 人家怎么看待中国 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中国开始会去做一些 就是开始会去做不同的论述 也就是在中立的立场上 更加的强调是中立的 虽然帮俄罗斯稍微的缓夹 但是也不会去站在俄罗斯这一边 因为对中国来说 站在中间是最好的位置 站在中间可以伺机而动 如果选边站了 它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反面的效果 所以目前为止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立场 就是确实是有点左右为难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它也确实是有一个很有力的位置 最等待时机来做出最后的决定 美国也是在看中国往哪里走 欧洲国家也是同样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 欧盟国家不断的呼吁 呼吁中国不要跟俄罗斯走得太近 美国也在强调 希望包括白宫发言人昨天也在讲说 希望中国做出正确的决定 不要跟俄罗斯走得太近 你可以看到这些呼吁 在在的证明 目前北京站在的位置 确实是大家都希望 它可以往自己的方向靠 确实北京现在面临的状况是 自己的位置是很独特的 你觉得这个古今2月4号 参加这个北京冬奥 跟习近平之间的通系 已经签进这样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战略协议 包括能源的合作 那个时候2月4号到2月24号 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 你觉得普京那个时候 有没有跟习近平通气 我觉得应该是有透露一些消息 但是没有讲得很清楚 否则的话 不会造成目前乌克兰 驻乌克兰的中国大使馆 所以到了27号才发出一个 所谓的要包机撤侨的消息 如果北京的习近平知道 会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攻击 或进攻的话 事实上很有可能 在乌克兰的大使馆 中国大使馆就会提前做出准备 但是事实上是没有的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判断 当时的普丁谈的 可能会可能有透露的消息是 他要采取行动 但是就如同我们所判断的 大概是部分规模的行动 而不是像今天现在看到的 可能是非常比较大规模的行动 如果这个北京 如果习近平现在的立场 慢慢的往所谓 你刚才提到的中立的角度 或是比较所谓中介的角色的话 他跟俄罗斯间的关系 所谓的这个安全不封顶 合作不封顶这样子的关系 会不会产生一些 微妙的化学变化 其实我们看到 尤其是这两天 就是说北韩也开始试射飞弹 北韩跟试射飞弹之后 北韩跟北京 北京方面的表达是说 在世界的新局势 我们特别注意这个 北京强调世界进入了新局势 什么是新局势 就是如同我们刚刚说的 现在北京站的位置 正好是居高临下的 在判断现在局势的演变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 我们强调经济的 所谓的核战 核弹效应 所谓的把Swift的这个系统 俄罗斯从Swift系统抽离出来 可是大家也要知道 Swift系统一个假设是 假设所有的外交贸易的 所谓的金融的汇兑 都要走Swift系统 可是我们也知道 俄罗斯在这几年 为了要规避 为了要避免被经济制裁 所以俄罗斯也自己走 自己的外汇的交易机制 中国大陆 北京当局也创造了 自己的交易机制 它的目的都是在防止 未来在Swift的系统上面 不能运作或者是被排除出去 我们进一步的去说 中国大陆有它的市场 俄罗斯也有它的市场 俄罗斯有能源 中国也有能源 中国还有所谓的 全球最大量的稀土资源 稀土跟所有高科技产品 都有关系 在这样的一个 天然资源的条件之下 现在大家可能会说 这个国际结算机制 是很重要的 是金融级的核弹 可是我们也要说 如果遇到的一个状况是 世界需要包括俄罗斯的能源 需要中国的稀土 需要这些稀土 可是又不能够 进行交易的时候 会不会这些国家 也会想办法去采取 俄罗斯的金融汇兑机制 来真的去继续进行交易 会不会也走 所谓的北京当局 所创造出来的 这种金融交易机制 去继续的进行交易 我觉得这些都是 未来要去思考的 我们真的要重新考虑 当北京现在判断的 国际世界新局势 我们没有一个清楚的方向 是说 他的认定的新局势 是说 要跟俄罗斯走在一起 然后来对抗另外一个集团 还是说 这个新局势当中 中国想要扮演的是 桥梁协调者的角色 目前我相信 北京也还在拿捏 这样的一个尺度 但是我们可以 非常清楚的知道 北京已经认定了 国际局势 不是过去一超多强体系 也就是说 跟着美国走的那个时代 很有可能在北京的想法当中 已经改变了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观察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俄务现在的战事 会不会美国投入很多 那北约盟国 包括法国德国这种大国 投入更多 未来他们会不会把一些焦点 慢慢地放在俄罗斯身上 被减缓的西方 目前前一阵子 对中国的战略施压 你觉得这有没有可能 所以反而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或是新平或是北京 是不是在目前这个战事来讲 是所谓的短暂的获利者 我觉得就说 世界看待现在已经崛起的中国 恐怕不会改变他们的担忧 因为如果中国跟俄罗斯相较的话 虽然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好像比较强势 可是以整体国力 跟未来的潜力 中国毕竟现在是制造业大国 而且中国它的资源各方面 确实有它的强项 所以要让西方国家说 因为这样子就觉得 俄罗斯比较危险 要重新转换一下 就是转换一下战略布局 我觉得难度蛮高 反而有可能因为这样 更加的担心中国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刚刚讲的 中国在说世界新局势 我个人的判断是 我觉得现在的西方国家 可能会更加的担心 中国将接下来在世界上面 扮演的角色如此的吃重 连俄罗斯都必须要跟中国 继续保持关系 否则它被全世界切断了 所以我说现在中国 从北京的角度 它站在一个有利的位置 从世界的角度 西方国家的角度 可能会觉得 中国的威胁是越来越大的 所以反而 有可能更加的去担心 中国的这个影响 你觉得新平 齐立民会不会在找到 一个切入点之后 来斡旋这次的战事 我其实我自己的想法 是因为他的角色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他 如果想要得分 但是他必须要思考 怎么样来出场 演这场戏 因为就像我说的 中国其实还是强调的是 经济发展 所以怎么样让西方国家 不要把他看为一个 一个跟亲恶派 而是把他认为是说 真的他习近平 一直想要展现的 我们呢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威权霸权 我们是要作为一个 世界和平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 现在在思考的 除了新局势之外 思考的也是 怎么样来粉末登场 对他来说是可以得利最多 现在北京可能 积极在思考的是这样 如何能够在这场 这场这个争争当中 取得比较好的形象 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思考 这个下次 这个过一段时间 我们观察 就再请翁教授来分析一下 这是明镜专访的 这个直播节目 这个在线上跟我对话的是 在目前在德州三五 休士顿多余大学 任教的翁宇宙博士 下一个重点想请教你 美国总统拜登 在这次俄罗斯 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事里面 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那当然我想你自己身处在美国 这个很清楚 美国目前现在身处的 这个政党对立 还有社会恶化的一个情况 那拜登现在民调非常低 这样已经低过于30% 当然不能跟普京比 也不能跟习近平比 你觉得这个今年年底的 这个其中选举 还有这场恶物战争 还有拜登现在的表现 你觉得会怎么样 影响美国的国内政局 我觉得美国的状况是这样 就是拜登虽然一直强调 他对外交事务的贤手 但是美国因为拜登 因为美国是非常选举式的 这个所谓体制 所以拜登的民调表现这么差 就是支持度这么低的情况 会让美国的外交政策 越来越走向 所谓的内向型的经济 就是被内政引导的 被内政牵扯的经济 内政牵扯的外交政策 当美国民众 总统看得很清楚 美国民众觉得通货膨胀 比乌克兰重要的时候 在强调外交政策 要给更多的支持 而且让大家觉得 我们给的这个支持 可能会影响国内经济的时候 美国政府当然表现的 就会稍微的保守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拜登第一次 谈经济制裁的时候 外界会认为说 怎么好像没有这么的 好像不够强硬 关键的原因就在于 现在的情况是 内政部分 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拿出更多的资源 拜登很清楚 那拜登最大的挑战也在 就算他心里想要给乌克兰 更多的支持 或者是就算他想要作为世界 回到所谓的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 但是他在国内 没有办法得到支持的情况之下 他没有办法把资源 完全的投入在外交政策上 美国国内的问题 在其中选举 现在很显然的 因为民众在生活经济上 油价不断的飙涨 油价不断的在上涨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拜登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 就算在美国在世界 在乌克兰的议题上面 感觉起来有这个领导者的 就算大家认为他是领导者 民众也不会因为这样子而投给他 民众会说你经济做成这样 对我们来说 我们要的美国总统是要关注美国利益 所以这是民主党最大的挑战 因为现在的这个状况 反而让更多的这个选民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 选民已经在翻转了 从最新的民调看起来 这一次的其中选举 2022年的其中选举 基本上民主党 我们不能说是不只是硬仗而已 要能够继续保持国会的多数 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大家也可以想象 当国会选举选完之后 其实距离下一次的总统选举 只剩两年的时间 如果共和党真的在国会当中 取得大胜的话 共和党的力量 包括共和党可能有心挑战2024的 当然川普已经在动作了 共和党有心挑战2024的 都会有更大的声音 那各位可以想象 一直以来共和党都是在 外交国防政策上面 是比较强势的 从美国的民调问说 哪一个政党在外交国防上面 比较让你信任 一直都是共和党领先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想象 2022期中选举之后 当共和党掌握国会多数 在外交国防议题上面 共和党可能会有更大力的批判 批判拜登领导的美国 让美国在外交上面 感觉起来这么的弱势 我们说拜登上任以来 不只是现在的乌克兰 之前的阿富汗撤军 都是让他扣分的 虽然他自己说 外交是他的强项 但是这些处理的方式 都让他扣分 我们可能要想一下 就是说当一个人说 他自己最强的项目 却是最多扣分的地方 那他还能够得到的支持 就一定是非常有限的 包括民主党自己都开始动摇了 是不是这样的路线 拜登是不是还有一定的领导力 所以我们说2022之后 如果共和党是站在多处 非常有可能 美国2024也是在共和党的手上 那未来的美国整个的路线 尤其是外交政策上面 拜登会受到更大更大的压力 跟打击 要让拜登在过 从现在到2024 在外交上面 有做出多么大的 有多少的支持 或多大的资源 我觉得拜登的挑战会非常高 而且非常难 我看一下从乌克兰战事爆发以来 美国各地 包括纽约法虎 有些地方 还有一些学校里面 都有一些所谓的声援 乌克兰的黄南旗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你刚才提到了这样拜登的一个做法 你觉得是为什么民主共和两党 不要讲一般美国民众 为什么民主共和两党 对这次乌克兰战争 美国的态度 美国的立场 美国的角色 都有一些不同的分歧 我想是这样 就是说政党的分歧 政党的对立 也在美国是真的是非常的明显 我们就以川普的支持者 或者川普自己本人 在针对这次俄罗斯的行动 多次的表达了 当然是比较有争议的说法 但是他表达的意见 也确实得到了 很大一部分人的认同 也就是说川普强调的是 如果他继续在位的话 今天根本不会发生这件事情 如果大家有看川普最近的演说 他有强调 在历代的最近几年的 美国总统的任期 只有他是在他任 只有他在任的四年 俄罗斯是没有采取 对外的这个军事行动的 那历史也刚好 就是这个是 这是确实是事实 就真的也是事实 但是他就可以论述说 因为他有这个斡旋的能力 让知道什么时候硬 什么时候软 所以俄罗斯是不敢轻举妄动 某种程度上来说 事实支撑了他的论述 那也会加深共和党的支持者 认为川普的做法 更适合美国作为世界 在世界上面的角色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会在民主党共和党 如果共和党最大的声势 最大的一个阵营 有这样的论述 而且再加上我们说 共和党的支持者 一直都觉得 共和党的国防外交政策 才是正确的 你就可以想象 为什么在乌克兰的事件当中 会有共和党跟民主党 出现意见如此的不同 虽然都希望和平 虽然都希望乌克兰 不要遭受这么大的战争 但是在论述上面 在美国的外交路线 该怎么走的这个部分 是有这个分歧 很难消除 一些美国国安部 我们学者也提到 这个远在千里之外的 乌克兰战士 虽然离美国很远 但是以美国的这个核心价值 包括民主价值 包括国际安全价值 包括欧洲安全架破的问题 美国不得不关切 不得不关心这次的俄乌战争 所以我们怎么样 你站在一个美国学者 你怎么看待美国这个政策 也就是这次俄乌战争 会不会影响 或甚至改变美国 对欧盟对北约 甚至对俄罗斯的态度 我觉得要分两个层次 就是华府的政策圈 或者是所谓的精英阶层 大家有关注 国际事务的这个角色 会有一些影响 会觉得说未来的世界 可能会真的是出现了一些演变 尤其是可能因为这次乌克兰 尤其是俄罗斯采取行动 会让美国的 尤其是政策圈 精英圈重新去思考 我们过去相信的 我们过去一直都在冷战之后 一直享受的一超多强体系 美国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这种时代 是不是出现了一些改变 是不是开始 我们好像没有足够的弹药 或者没有足够的资源 可以做威吓的动作 这是精英阶层 可能会去反思的 但是我必须说 在民众的阶层 绝大多数的美国民众 在受到整个美国的 这个教育体制 跟整个的概念上面 还是以美国核心的论述 美国中心的论述 当他们看不见这个世界 或者是没有特别的关注世界的话 美国的民间阶层 恐怕对于乌克兰的事件 它的影响 或者它会去思考 乌克兰对于美国的影响 恐怕比例还是相对是比较低的 只是说精英阶层 决策阶层 有没有办法去影响整个美国 去改变对于世界的观点 我觉得这是有很大的差距 如果真的想要让整个美国 对于乌克兰的事件 有所启示的话 恐怕是要很多的教育 我刚才这个翁教授 刚才导播这个有提醒过 这个俄乌的第一阶段的 这个谈判刚结束 当然我现在看不到 这个整个结果怎么样 因为之前我们在上节目之前的 这个好像这个讯息也很少啊 我现在刚刚导播 刚刚跟我提醒了一下 这个好像新闻已经出来了 这个俄乌的这个谈判结束了 当然这是第一阶段 会不会有第二阶段 不知道啊那到底这个 这个提出的所谓的停火撤军 还有加入欧盟这三个条件 当然我们节目也提到了 你也点出一个重点 就是说北约等于是 这一次谈判的一个红线 一个底线啊 北约你不准动 那欧盟这个东西加入欧盟 等于说是乌克兰变成欧洲国家啊 这个欧罗斯能不能够接受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加入欧洲 加入欧盟呢就变成 你说了这是一个经济组织哦 那当然如同刚刚赵平兄所说的 他就会变成 虽然是经济组织 但是在 象征意义上面呢 就是我们是欧洲人了 就再也不是俄罗斯 觉得俄罗斯 俄罗斯的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是在 象征意义上 或者是在情感上面 就是可能会造成一些 面临的这些压力 种种的各国的压力 跟关注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到底能不能够在 这个感情上面做出一些 做出一些退让 只专注在所谓的国家安全 或者只专 关注在怎么样可以回头 回过头来 让俄罗斯人民觉得 他这一次的行动 是有道理 而且有收获的 我想普丁要观察 观察的是这个 而不是只是存情感上面的 这个要求 那如果是这样的想 如果我们假设 如果普丁是理智的话 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是 北约问题跟乌冬的部分 能不能够让普丁 能够找到下台阶 能不能够让普丁满足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OK 如果说 北约不接受乌克兰 讲得很清楚 或者是说乌冬 就像上个礼拜 我跟汪九仁这个提到 俄罗斯的专家提到 是不是变成 乌冬变成半独立半自治 即这个克里米亚 变成半独立半自治的一个地区 也就是说等于基普 没办法有效的管理 但是他不脱离乌克兰 但是他等于实质上 他是跟俄罗斯在一起 对 我觉得如果说 刚刚赵平忠您讲到的 包括专家学者分析 如果北约可以确定 不会纳入乌克兰 乌克兰也不会 针对北约的问题 继续积极地去参与 然后乌冬地区 可以维持一定的自治的情况 普丁可以拿到这样的白子黑字 或者拿到这样的承诺的话 对于普丁来说 他就有下台阶了 只不过他就是能不能够 能不能够真的 双方在这个停火协议当中 能不能够针对最重要的 两个核心问题 达成一些共识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看 到底是不是有朝这个方向去前进 我们当然是希望 不要再有战火 因为实在是很显然的 这个难民潮 这个对乌克兰人民的影响 然后对于这件事情 我们就说光是难民潮这件事情 他对于世界 不是俄罗斯的影响而已 他对于这个世界会造成的冲击 会是长长久久 可能是五年十年 会非常多的 更不要说这些移民到了不同的国家 他的几个世代 对于当地政府的感受 或者是改变 会有很真的是很长远的影响 不是说西方国家就是好像很乐观的期待 所以说一切都不会改变 和平之后就不会改变 其实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 不我是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因为你提到难民潮的问题 因为德国卸任的这个总理默克尔 在整个中亚难民潮的看法 是跟别的国家不太一样 这是我的意思想到的 如果今天默克尔还在的话 你觉得整个情势上 会不会稍微跟现在雪尔指正不太一样 默克尔当时 是 其实默克尔当时 对 默克尔当时 在针对难民的部分 是站在非常人道的角色 去支持这样的一个 就是德国可能收 好像我记得收了一上万名的难民 可是也是因为这样子 让德国内部有不同的声音 对 默克尔确确实实遭大的质疑 后来在慢慢发酵之后 德国人民也一样 如我们刚刚所说的 刚开始都会觉得这是人道立场 但是面临到现实 当难民来到这个社会 然后没有办法融入这个社会 变成这个社会的问题的时候 大家就会开始反思 是不是真的有办法 这么大的 有没有办法容纳这么多的难民 所以我们说 现在在短期之内 我们如果只看短期的话 都会觉得理所当然 应该接受难民 应该是给予最大的拥抱 但是长期来说 我们说对当地政府都会有影响 包括对现在可能支持难民计划 或难民政策的现在的这些领袖 也许现在的民意支持度是很高的 但是慢慢社会问题浮现之后 他们都可能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梅克尔就是 所以我说梅克尔如果再任的话 是不是能够跟普丁比较能够谈呢 我不确定 但是我觉得可以确定的是 梅克尔会更尽力的去避免战争发生 以他过去的执政来说 OK 所以梅克尔下台了 我们也没有 这个战争这个入侵也爆发了 所以这个我们也难看 到底默克尔 到底梅克尔 到底最近会不会在发言 不清楚啊 不过最后我想跟你谈一下 就是有关于这个 很多人把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战事 跟台海的局势 北京跟台北之间 或是北京中国大陆 跟台湾之间的 在两岸发生战事 把它类在一起 那当然看法很多不一样 很多人不同看法 有些人是同样看法 那我不晓得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觉得首先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想像 北京会因为乌克兰的局势 就开始有不同的动作 我觉得这是把北京想的太简单了 我这样讲的 不是要特别为擦脂抹粉 而是在强调的是说 大国的外交政策 一定有它自己的步伐 不会说今天我看到了旁边放烟火 我也来放烟火 不会轻举妄动的 因为它考量的是全盘 北京一定对台湾有不同的想法 也一定我必须说也一定看 从解放军的这种各种的 建军的计划跟时程 我相信他对于台湾台海的问题 一定有他自己的做法 但是重点在于 他的这个步伐或者他的策略 不会随便的去做更动 因为大国通常他的策略 都是有完整的配套计划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不觉得乌克兰的争执 会马上改变台海的一个稳定的状态 北京也不会在这段时间 中国大陆不会在这段时间 就轻举妄动 所以说今日乌克兰 明日台湾 某种程度来说是有点太过紧张 可是我们也要说 今日乌克兰 明日台湾 它这个论述 不见得就是一定是畅衰 而是某种程度反映出 台湾需要看到更多的国际现实 台湾需要更多的是理智跟稳定 而不是跟着媒体 或者是跟着这个风向 一直好像很不稳定的 想要赶快做出什么样的动作 作为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国家 台湾的这个能见度 其实这几年是提高的 透过这个能见度 台湾能够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通盘思考 我们在台湾看见的是有点像是 事情发生了 赶快做出回应 台湾需要的是 好好的坐下来想说 这个地方的政策 五年十年的政策 而不是现在这一分钟 这一秒的回应 台湾不缺政治人物 做很积极很激动的回应 台湾缺的是有远见的政策 所以这是台湾遇到的一个 真的是最大的麻烦 或最大的问题 不管台美关系 未来如何发展 台湾自己想要什么 可能台湾自己都还没有想清楚 很多人认为台湾是个小国 但是它的地位 它的这个经济价值不太一样 地面政治不太一样 它可以发费巧利 不需要单边压 但是为什么台湾的执政当局 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这种随着风向或随着现在的局势 然后这个顺风而行 对于任何的选举民主制度的国家来说 我们都可以看到政治人物是很喜欢的 很喜欢迎着风往上走 因为可以把整个的支持是顺势的往上拉 甚至也可以顺势的去打击一下自己国内的对手 这就是这就是民主制度当中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危机 在美国在全世界都看到的就是政治的对立 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思考国家的方向 而是先先想办法在政治上面取得利益 确保我的执政可以继续 至于未来我们等未来再说 这个是我们看到很很很无奈的事情 就是民主政治为什么会这么多的国家都遇到了所谓的民主退潮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民主制度带给这个世界的 可能更多的是分化更多的是对立 而不是更多的是沟通跟理智的讨论 这个是我们真的是全世界都遇到的问题 不只是在在美国看见 不仅是在台湾看见 只不过台湾遇到的情势 可能比其他的国家更加的要小心 因为台湾的局势 我们知道在国际的混乱的局势 或者又说新局势当中 台湾需要看得更清楚 而不是更激动 我觉得这个是台湾可能要思考的 另外就是说俄乌战士 我看到日本的态度很积极 日本这个后半首相跟这个国防部长外长都讲话 也基本上都是蛮深远乌克兰 那你觉得美国的华府外交圈 以及所谓的国安圈里面 怎么样的看待乌克兰跟台海局势 也就是说因为乌克兰的局势 会不会让美国外交圈开始在思考台海局势 他们应该怎么样所谓 会不会有可能进行一些所谓局部的一些防卫的调整 我觉得美国可能会开始思考 怎么样来确保台湾自己有一定的能力 你会发现最近这几年 其实美国一直都在强调 要让台湾有自我防卫能力 我觉得乌克兰的事件 某种程度我们说了 可能会更让西方国家担心中国大陆的影响力 所以对台海局势尤其是台湾 可能会更加的要求台湾 不能够再指示所谓的军购的采买 军购当然还会继续军购 还是会要求台湾提高军购的预算 可是相对来的来说 台湾的这个自我防卫意志 可能会是下一波美国会更去强化的 所谓的自我防卫意志是 可能需要看到台湾拿出真的 就是要当兵 或者是说后辈的建制要非常的完整 不敢说要求台湾全民皆兵 但是可能会更加的要求台湾至少展现出来 对于不同的对于压力 你自己要有抗压的能力 到目前为止 台湾的政治人物可能比较强调说 我们应该要采买更多的军费 可是我觉得美国开始会去思考 除了军费之外 你的全民的意志 会变成是美国下一波的重点 现在最新消息进来了 拜登决定派前美国参谋联系会的主席莫伦 还有带一些国防部前官员 国安前官员 还有白宫的这个亚洲事务的这个主任 包括葛林跟这个麦爱文到台湾来 3月1号 来大家的行政专辑来自最新的消息 你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 就如说我们刚刚所说的 我觉得这并不意外 需要在这个时间赶快的表达 就是对于亚太地区的所有的 军事的任何军事的协作 跟准备 美国会 美国会给予更多的 更多的这个支持 或者是美国会 传递更强的讯号 在亚太地区 美国将要跟这些国 跟所有的亚太的国家 跟区域当中的所有的国家 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可是问题是下一步的合作 会是什么样的形式 是只是说给这样的信心 还是说要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要台湾做更多的准备 美国要跟台湾做什么样的合作 我们讲的就举个例子 真的要做所谓的军事合作呢 可能有几个指标 比如说美国的整个亚太 亚太的军事演习 台湾如果美国真的要做军事上的合作 亚太的军演呢 台湾就必须要有军方人士 能够参与 我们都知道军事的合作 不可能是今天说合作 我的军令口号密码 通通都能够连结 这都需要演练跟操作的 如果连这个部分 都没有办法做到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说美国可能给的支持 大概就是所谓的经济制裁 声名或者声援比较多 而不会是真的是军方的 好像这个强力的支持 但是如果美国真的下定决心 然后说印太地区 美国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甚至要把台湾纳入到整个的 和这个亚太军事战略 这个盟国之一的话 也许在军事上面的合作呢 就会采取更强的动作 当然美国也会去思考 美中的关系到底要怎么走 这个世界新局势 不只是北京在讲 美国也在重新在计算当中 不过如你所讲 如果美国把台湾纳入 它所谓的亚太 新的印太 印在新的军事头目里面的话 那你觉得北京会怎么办呢 北京就会有比较强硬的反应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讲说 美国必须要非常小心的在考虑 到目前为止 至少到目前为止呢 美国的不管民主党或共和党 不论它的言语多强硬 但是你会发现永远都 到目前为止都一样的守住 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 一法三公报 到目前为止呢 还是这个基调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关键的 如果你看到哪一个美国的政治人物 开始在这个议题上面 这个基本的基础上面做了一些更动 我觉得这个世界新局势 就真的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局势 这个是我们要小心观察的 不是说我们在意识形态上面 理想上面靠近哪里 就觉得我们好期待好期待 而是要更全盘的来看 对于整个世界 到底想要面对什么世界 俄乌的战事 到底对乌克兰怎么样走向 对俄罗斯的影响怎么样 对欧洲整个安全架构 又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对美国的所谓的整体的 全球的这个地缘政治 跟战力布局有什么改变 跟亚太跟台海局势有什么改变 非常非常谢谢这个 欧教授接受我们线上的专访 这个让我们能够更深深了解 俄乌之战 普京的态度 习近平的想法 还有拜登的做法 还有亚太之间 到底未来怎么样 能够形成另外一股新的力量 就全球地缘政治 又会有什么影响 我们也会持续的观察 我们也会再请欧教授 持续上我们的节目 来进行这那么简要 那么样的恶要 那么样的深入 这个非常到位的这个分析 再次谢谢欧教授 感谢 感谢让我分享浅见 谢谢 谢谢欧教授 也谢谢所有民进的观众 我们这一期的这个民进专访呢 就到此高高落 下一期我们会邀请欧洲专家 张国昌来跟大家 从欧洲角度来看待这个 看待这次的俄欧战争 我们这一期的民进专访 到这个地方就结束 谢谢所有观众 谢谢欧教授 谢谢拜拜 谢谢 谢谢你收看民进火拍 敬请您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 支持我们 années